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簿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李高楼神情迅速变得严肃 他低声说 我们开始吧 说完 他已在生死簿上落下朱笔 并且确定使用那次重述命格的机会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所以啊 并没什么意外发生 尤其之前白大爷 已经进行过一次了 任何过程和缓解李高楼都没觉得陌生 至于说吕天尤全程喝着酒 实际上他自己也紧张 这样一个时刻 尤其是他将会拥有自己老祖宗曾经的命格 天知道最终会是什么样 为了掩饰这种紧张和焦虑 他才会一个劲喝酒 终于啊 莫名其妙的感觉眼前有种说不出的困意 整个人更是精疲力尽 吕天尤开始确定 冥冥之中似乎真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在影响自己 要不然凭借他的实力 没道理会突然变成这种状态 就在吕天尤闭上眼睛的时候 李高楼打开了吕天子的骨灰盒 命格开始重塑 结束了这一切的时候 李高楼所做的第一件事 翻开生死簿 重新去查看吕天尤这个名字 结果就是吕天尤已经死了 随之而来的是那个叫吕天子的人 重获了新生 关于他的介绍非常简短 就好像身份证上的东西似的 那除此之外 没任何其他的 李高楼很想现在就跟吕天尤问个清楚 究竟这种方式重塑命格之后 有什么变化 然而吕天尤却依旧昏迷 按照之前白带的经验来看 这昏迷至少可能得持续个五六个小时 也幸亏 之前的时候这些事啊 都已经被吕天尤考虑到了 所以在院子外边 不少他最信任的手下 在保护着他的安全 没继续停留 如今的小李同学 时间对他来说争分夺秒 尤其是此时临近夜幕 明天晚上就要出发去百万星岛 所以他打算呢 去看看老爹 还有小西他们 有日都没见了 更何况 百万星岛那样一个 极度神秘和危险的地方 必须提前坐租 万全的准备才行 之后倒是很巧啊 李高楼返回的途中 车子啊 经过老城墙根的位置 突然间他想起了自己那挂摊啊 李高楼随即啊 把车停下 打算过去看看 白鹤道长这么个奇人 留给自己的东西 怎么说 也没有道理 把他直接给荒废了 结果呀 当真是非常偶然 李高楼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夜幕之下 一个女孩 双手撑着脑袋 呆呆地看着来往的行人 也不知道 究竟在想什么 就算李高楼 怎么神机妙算 他也不会想到 自己会在这儿 看到叶琉璃 这个如同一团烈火的女孩 此刻的身影显得有些孤零零的 尤其那双眼睛之中 让李高楼感觉莫名其妙的心疼 从缅甸刚刚回来 匆匆忙忙之间 可以在这样一个机会见到老朋友 李高楼露出会信的微笑 也正是这些人的存在 让他始终可以记得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不是因为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而一直变得混乱 因此他从另外一个方向走过来 李高楼一直来到叶琉璃身边 他都没看见 李高楼跟他打了声招呼 哎 妈呢 叶琉璃只回头平淡地看了一眼 随后将目光又转回到前方 口中还念念有词 叶琉璃 你是不是魔症了 那个家伙已经跑了 鼻子咽花了 一句话让小李同学愣了一下 跟着他觉着越发好笑 说什么呢你 吃饭了没有 说着话 他坐在叶琉璃的对面 然后叶琉璃就完全懵了 双眼之中写满了不可思议 就感觉像大晚上见了鬼似的 他这副模样 李高楼的心情啊 莫名的好了很多 饶有兴趣的伸手 想拍拍他的脑袋 结果叶琉璃 直接一把抱住他的胳膊 然后狠狠地咬了一口 哎呀 这一口咬得李高楼 差点没蹦起来 李高楼嚎了那么一嗓子 直接引来周围一大片人的目光 好像跟看神经病似的 李高楼赶紧把胳膊抽回来 干嘛呢你 叶琉璃 则是终于啊 从那种呆滞的状态当中 回过神来 然后就跳了起来 李高楼 你真的回来了 天知道他那声音呢 到底有多大 再配合着那幅 惊喜之中略带紧张的神情 让李高楼开始相信 这丫头还真不是故意咬自己这一口的 可是你为什么要回来 你不是跑了吗 叶琉璃莫名其妙的又来了这么一句 眼神之中还带上了气氛 刚刚揉了揉胳膊 稍微缓解了一下疼痛的李高楼 听到这话完全不明白呀 跑什么呀 我干嘛要跑啊 我之前不跟你说了吗 有些事情 我去了趟缅甸 此刻小李同学非常小 翻开生死不亢 大晚上叶琉璃一个人坐这 是不是专门等着跟自己恶作剧呀 叶琉璃这边则是因为李高楼的答案 愣了那么几秒 然后眼神变得坚定 随即他将李高楼离开之后 整个京市大学的情况 尤其是因为那场最强天才比赛而掀起的波澜 乃至于最终学校里因为李高楼产生的两种声音 你叶琉璃当然是第二种 希望学校可以让李高楼回来 然而因为李高楼鸟无音信 让他备受打击 尤其啊 耳朵里充斥着李高楼跑路了的声音 更让他有种一蹶不振的感觉 打那之后 叶琉璃每天晚上都会到这挂摊来 就坐在李高楼坐过那板凳上 就那么看着来来往往的行人 想着那家伙什么时候会回来 而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说到最后啊 叶琉璃那双大大的眼睛微微泛红 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李高楼同学 看到你真的很开心 谢谢你 谢谢你回来 叶琉璃的脸上洋溢的笑容 那笑容温暖纯真 不带有任何复杂的东西 他只是表达着自己此刻的喜悦 李高楼却是心头猛的一颤 看着叶琉璃有些说不出话来 他没想到 这个女孩会每天在这等着自己 加上学校里那些 侮辱和诋毁自己的声音 他都在默默的承受 却又始终坚定 感动 亦或者有更多的东西 最终李高楼同样笑了 关于那场什么最强天才的比赛 他之前就知道 也实在没兴趣 跟那些小孩子玩过家去 虽然说小李同学 即将迎来自己19岁的生日 但是他现在的确还只有18岁 然而京市大学的那些学生 对于他来说 的确就是孩子 但是现在他的想法起了变化 他要去参赛 要击败美洲大学 不为别的 只为了此刻眼前这个女孩 痴心的等待和坚持 说谢谢的人呢 应该是我 小李同学说完这句话 却让叶琉璃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同时他嘴角的笑容越发灿烂 哦对了 朱丹青生病了 他现在状态非常危险 但是为了明天早上的比赛 所以他拒绝医生 对他进行治疗 因为知道朱丹青 跟李高楼的关系 所以叶琉璃突然想起这件事 听到这话 李高楼也是一皱眉 或许在这个世上 没人会比自己更加熟悉朱丹青 经历了那无尽的苦难之后 朱丹青的那份偏执 别人很难理解 朱丹青蛞